从前有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有一位公主 这位公主性格独特 最喜欢听恐怖故事 为了听故事 她向所有国民发出邀请 请他们为她说恐怖故事 谁的故事能让公主吓得冒汗 就会得到丰厚的酬劳 消息公布后 吸引了大批国民报名 他们都准备了让人不寒而栗的可怕故事 我的朋友是售货员 有一天 他遇到了让他此生难忘的可怕事情 当时只有他一个人看电 一位顾客进来了 先生请随便看 这些是最漂亮的 的确不错 可以打劫吗 什么打劫 我赶紧报警 为什么要报警 打劫怎么了 犯法吗 打劫当然犯法了 你这个坏人 你怎么骂人 我只是想让你把价钱算便宜一点而已 哦 先生那叫打折 不是打劫 你可千万别再说错了 害我差点吓死了 哦 这是一个可怕的故事 有一天 两名警员收到情报 他们发现可疑人物 于是他们偷偷潜入单位 他们发现不对劲 小小 不对劲 怎样 是发现的可疑人物 糟了 我们可能落入了陷阱 快快开枪 开枪 现在 为什么 你确定 你 别问了 快点开枪啊 好 小张你都干了些什么 不是你教我开枪了吗 我刚才抽到了煤气 想要你开点窗户 可是我把开枪 说成开枪了 你 你竟然把开枪 说成开枪了 你 你 这是真人真事 是我的亲身经历 上星期 我独自在看书 我听到两个人之间的对话 听起来像一对父子 可是他们说的内容 差点把我吓死了 孩子 今天的晚餐 你想吃什么 嗯 我最喜欢的就是杀 只要用杀人做的菜就好 怎么小小年纪 竟然喜欢杀人 但是你妈妈 好像不太喜欢杀人 没事 妈妈最疼我 只要我喜欢 她也会喜欢的 而且只要多尝尝 我相信妈妈一定也会喜欢上杀人的 我这就给妈妈打电话 我要报警 我要告诉警察 我发现了可怕的一家人 他们可能杀了人 喂 妈妈 今天晚上我想吃杀人 什么 啊 对对对 是是是 好的 好的 爸爸 妈妈说不要杀人 但可以吃虾仁 哎呀 原来我们做错了 哈哈 喂 警察吗 我发现了可怕的一家人 他们可能杀了人 嗯 对 大大大概四十多岁 小的大概才十岁多 他们可能杀了人 是危险人物 听了他们的恐怖故事 所有人笑得面无人色 直冒冷汗 除了公主 大家都很失望 只好回去创作更可怕的故事 真相是公主是被吓呆了 太可怕了 实在是太可怕了 打劫 打劫 打折 打折 开枪 开枪 开窗 开窗 杀人 杀人 虾人 虾人 虾人